主席各位同仁 在这一次的纾困条例里面 争执最大的就是防疫照顾架 在我们的第四条第五条 我们对于 接下来可能停课 家长必须请假照顾孩子 而必须要明定防疫照顾架 劳动部一直强调 他们的法院依据根据灾访法 31条27条 但是我们看到大法官是自690号 事实上对于所谓必要应变之处置 认为是对任何法定指定传染病 必要防疫的处置 因此在2月3号 当时教育部宣布延后开学 这当然是属于必要之处置的范畴之内 但是防疫照顾架 事实上他是强制要求雇主 不得计为矿职 不得对劳工有不利的对待 等于是公权力介入了 劳雇之间私人的契约 所以这必须要有法律的订定 法律保留 而且法律明确的规范 不能因为劳动部一指韩事 就说可以请防疫照顾架 所以在这边 我们的主张 是必须要以直接明确的立法 定定在特别条例里面 也在现实面 让家长能够安心请假 在生活生计上面 不造成影响之下 能够在家照顾孩子 我跟劳动部问了非常多次 在他们2月3号宣布 可以请防疫照顾架之后 到底有多少劳工 真的请防疫照顾架 他们一直拒绝提供 而公务人员 在2月11到2月18号 我去调了资料 实际请防疫照顾架的 每天平均300到350名 也就是占整体我们公务人员不到百分之零点零一 连公务人员有示范作用的 实际请防疫照顾架都这么少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期待受雇的家长 接下来面对可能发生的停课 他们可以或赶紧防疫照顾架 不要口口声声说 雇主不得寄旷值 不得为不利的对待 但是又不愿意在法律 明文里面规范 同样的 我们主张 因为不可规则于牢固双方 所以应该政府扛起责任 比照育婴流亭给予六成薪资 让家长能够无后顾之忧 没有负担 安心请假在家照顾孩子 才能真正全民做好防疫 这是目前台湾社会有的共识 所以我们坚持应该明定立法 谢谢蔣委员 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发言